嘉颖17日讯独家报导抢金店劫匪干案时有开枪,吓得在场店员马上趴在地上,不敢轻举妄动。 购物广场金店被打抢一案,三名劫匪是持枪上阵,一到现场就开枪击破玻璃展示柜。 不愿具名的金店女店员50多岁向中国报记者透露,这些劫匪一来到金店,就朝着玻璃柜开枪, 当时所有人被吓坏,立即趴在地上不敢轻举妄动。 她说,当时为了保命立即蹲下躲藏,完全来不及看清楚对方的样貌, 只知道整个事发过程三至四分钟后,玻璃柜里的部分贵重金士就被他们抢走。 我怀疑他们干案前就曾来踩点,了解较贵重金饰品的摆放位置, 目前损失金额仍在估计当中。 据现场目击者指出,其中二名匪徒各自手持一把M16来扶枪干案。 警方消息指出,结案于今5月30时45分发生, 共有四人协同干案,其中三人进入广场内打劫后, 由外面接应的一名同党开车接送逃走。 另一方面,根据金电鞋对面的另一间商店员工回忆到, 当时劫匪突然开枪吓坏周围的人, 他们在抢完金饰品后,便朝着一处侧门逃离。